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这个冬日限定的花火已经上线了,那么看一下这个忍者的一个实战效果 我们还是要先来说一下这个忍者的技能机制,他的凹一点换成了能量条 而他的二技能的话主要是来切换四种形态,默认的话是一个黑桃 如果你想要释放二技能对应的形态的话,是必须要凹一件滑动到普攻 默认的黑桃是一个空掌效果 下滑的梅花有一个防反技能,右滑的红桃是一个回天,左滑的方片的话是一个突进抓取 而他的一技能主要是可以用来快速移动,你如果再点击普攻的话会追加一段攻击 这边拿到牵手,我们快速切换到回天,打一波伤害 看到地上,我们快速一技能拉开,引出他一个通灵以后,我们再快速切换到黑桃 因为这个黑桃的话是一个远距离起手的效果 一个技能没有命中,往下面走,再一个摸奖,拿到牵手 这个时候我们在左滑切换到方片,利用这个抓取看一下效果 因为机制的变动,这个冬日限定花火跟常规忍者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人者的话就快速放技能,拿满四头直接开大 而这个冬日限定花火,想要放奥一的话是必须要消耗三个能量条 所以如果你想要释放奥一的话,就尽量不要用奥一滑动到普攻释放技能 只能用一技能或者是普攻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任者,鬼灯满月 我们过去看一下他什么操作,放个技能末将,他再防反 不着急,我们再放个空长过去试探一下 往下面走,引出他的技能,然后过去点一手秘卷 看他会不会放通灵啊,如果不放通灵,我们用空长拿着先手 拿着先手以后,我们再开一个白眼 这个任者除了奥一滑动到普攻释放技能以外,他可以双击奥一再点普攻开启白眼 因为开启白眼以后有一个全程暴击的效果 但这个开启白眼会消耗两个能量条 如果你想要释放奥一的话是连续点三次奥一键 再点普攻,这样的话会消耗三个能量条释放奥一 另外在之前的爆料视频里面提到这个任者会有一个彩蛋 他的彩蛋就是你在站着不动十几秒以后啊 他就会开一枪,这枪的话伤害非常高 不过这个彩蛋在练义场里是触发不了的 快速把这个鬼灯满月带走,来看最后剩一个红叶柚 这套在手里带的是个霸体幣圈,所以我们快速切换到方块 因为这个有一个抓取的效果,躲个技能,然后抓取 如果对方的霸体还没有消耗,我们可以再快速释放一个抓取 所以这个任者可以在短时间的快速释放多个技能 但如果你的技能空掉以后啊,这个能量条增加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了 这点普攻没有打出来,然后顶一手幣圈,他拿到了一个斗 我们快速提升,他肯定要顶通灵啊,我们一技能拉开 看他过来我们也砸个群猫,接下来就是为了释放OE终结来做 感谢观看